希望联盟和当今执政联盟签署的政治转型与稳定谅解备忘录将在7月31号正式到期 距离现在只剩下10天的时间 各界都在预测备忘录到期之后会对当前的政治权力布局有什么影响 全国大选是不是就近在眼前了呢 不过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今天纠正这样的说法 只亮解被忘录没有到期一说 安华补充西蒙和首相纳都斯里·伊斯麦·沙比利针对被忘录的讨论一直在进行中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反跳槽法令 他相信这件事可以在近期的国会会议中排版定案 安华也强调就算存在朝野被忘录 但只要政府的议程违反西蒙的原则 那么西蒙还是会提出抗计和反对 而不是盲目的妥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